9月7日23点,中国队将会在市预赛第二轮迎战日本队,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是非常重要的,首战两队都输了球,次战如果继续连败的话,将会直接影响到冲击世界杯。 日本队从未在12强赛吃到两连败,再加上主帅森保一有下克危机,所以,日本队到了非胜不可的地步。 上一场,国足惨败之后,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从球来,离铁到陈徐元都被外界批评,设厂和实力强大的日本队展开对决,关注度超高。 中国队vs日本队从来都有不一样的意义,不同于对阵阿曼、蓄利亚等队,每次遇到日本队或者来自日本联赛的球队,都会引发关注。 尤其是在抗战胜利76周年9月3日左右,对阵的是日本队,所以球员们承担着更大的责任。 赛前老帅金智阳的一番言论火了,这是在1997年12月3日,亚优队第三轮北京国安队,遇到日本川西贝尔敌队的赛前动员会。 金智阳激情演讲,他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大字死磕不除,最强,要有死磕不除的精神。 输球,人也不能输,我们要有这个志气。 国内比赛只是练兵,真正见着外国人,没有任何含糊的。 据悉,这就是国安球迷门口中经常说的,跟压死磕的由来。 最终这场比赛,火安2比0击败对手。 不少球迷感慨,金智阳对阵日门球队是真的很用心,而且每次的动员都激情澎湃,结果也都不错,是眼下国足降帅需要学习的对象。 虽然实力有差距,但到了赛场上不能惧怕对手,一定要有自信和底气,这是非常关键的。 李铁在12强赛开始前也表示,谁敢说澳大利亚和日本队,就一定可以击败国足,自信心很足。 首战的惨败,并不该让自信心下降,战术更加合理,人员配置也需要更加成熟,带着信念登场比赛,这是非常重要的。 也期待国足可以在晚上对阵日本队的比赛,国足获胜的希望虽然不是很大,但不能惧怕对手,做好防守的同时,也要争取有高效的反击,力争在这场关键战中取得一个好的结果。 国足加油!